好,又繼續這個Hodini 上次做了一些簡單的模特兒 知道大概的流程就是在這個Network View 上要怎樣做 今次我們先講一下基本的Primitive 整個Dramatry 我裡面可以用一個Box 我們可以用一個Sphere 這個Sphere 這些都是基本的形式 它都會有Polygon和Polygon Mesh 有什麼分別呢? 例如這個Sphere Sphere 會有Primitive Primitive 的意思是它是用數學的形式去記住 簡單來說,它只有圓心和半徑 其實你就可以知道圓形是怎樣 它就不會用一塊面子去記住 所以在計算的時候,就會快很多 例如在Rendering 或是在Physics 時 它可以直接用數學公式去計算 這樣會比較快 但問題是,因為它沒有一些面子和點 所以你不能選擇的面子和點 所以你不能選擇的 可以選擇的Polygon 它們的Polygon有兩種類型 一種類似這樣 用同樣的三角形 同樣大小的三角形 去組裝 你可以選擇多一點或少一點 另外一種是晶圍圖 像地圖一樣 分晶圍圖 Landertile 和 Non-Tile 另外還有其他的 例如Mesh 或者Nurbs Nurbs 其實是曲面 就算你比較少一點也好 其實它在某程度上還是圓圓的 這個曲面 跟Mesh 是不同的 之後有機會講Nurbs 再講 因為Nurbs 簡單來說就是曲面 另外還有什麼呢 例如這個盒也是 它有分Mesh Mesh 才可以分更多格制 Polygon 其實可以說 計數上會比較快 因為它用另一個方式來表達 另外看看其他很快的 例如Primitive 還有什麼呢 例如直線 很簡單 你可以選擇直線 你可以選擇 它有幾個字 在中間 你選擇多一點點 你可以選擇多一點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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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選擇長短 或在這個角度 或在數字點 也可以選擇多一點點 看見幾個選擇常用 還有哪個呢 另外這個 你看到Cube 這麼有趣 有Box 有Cube 其實Box和Cube是同一個 簡單來說 你按Cube 其實它都是給Box 所以這個要留意 可能 武力相中 有時候有些東西 另外還有基本的 就是Grid 都沒有特別需要示範 還有什麼呢 還有這個 這個之前好像沒有用過 其實就是一個圓柱體 你看到它是空洞的 可以選擇 你可以選擇 同樣地 用Primitive 其實它沒有點線面 那些 如果你要有的話 你會選擇Poly God 就是這樣 還有這個 這個也是好玩的 這個你可以選擇一個字出來 Default這個 它是用Script去行動 所以它每一圈會跳字 它會跳數字 那 你可以選擇自己喜歡的東西 所以 這樣 那 還有什麼 它有什麼特別 可以調整字距 那些 基本的 可以選擇 另外還有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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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示範的 應該很少機會 就是File File 你看到這個Default 有一個 其實你可以選擇 這個File 它支援的 方式也很多 例如 OPJ 很多軟件都有 例如Carmen 舊時會更多 現在可能會用FBX 例如Unity Unreal 基本上都有 所以很多軟件都有 EPS 跟AI 一樣 就是做Adobe Useta 另外還有 RIB 就是Random 另外還有一個 就是ABC 類似FBX 不過 這個是 通常做電影的軟件會更多 另外 這個標準是更新的 這是更新的 FBX 就是AutoDesk 因為 它賣起了Motion Builder 因為Motion Builder 開始的時候 是做了FBX 例如 它為支持不同的軟件可以 釋放進去作為手機 futures 拉下 另外 Houdini 有這些 二個 英國 它有 B 字是 Binary 但沒有 B 字是 Binary 的 即是 Text File 來的 後面這些 Gz 和 Mez 其實都是 SIP 來的 因為 Houdini 都是來自 Unix 的平台 以前都是 Iris 的平台 所以它有 Unix 的平台 簡單來說, Windows 上我們都會使用 SIP 它有類似 SIP 的平台 這三個都是 這些只不過是不同的 即是不同的 file 名字 這三個是不同的 B SIP 和 G SIP 是不同的 LZ和 MA 都不同的 例如 .gs, .gz 和 .gz 和 .gz 和 .gz 那個 即是一樣的,不過是不同的 另外還有一些舊底的 Houdini File 沒有什麼特別的 如果有一個舊底的 Houdini File 進來 它就會混進去 那它就會混進去 那它會混進去 那它會混進去 還有哪個很快的 看看 其他可以再說 我們可以看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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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可以說 它有三角 最體 可以有四的 四面體 還是什麼 即是正方形 即是正方形 還有五個 這個 八 這些 數學很喜歡玩的 這個 用邊形式 或者這個 這個 足球 足球 還有什麼 還有什麼 還有茶壺 不知道為什麼 OK Games and Primitive 就是這些 玩多個 看完這個 這個比較有趣 不過之後才有機會 你做一個 這個 Metal Ball 你用這個 有什麼用呢 只有一個 球 其實是不好玩的 什麼叫不好玩呢 就是我們要做多個 Copy多個 Copy多個 接著我先移過一點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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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我兩個球 這樣 這樣 就這樣 我 highlight 那個 黑色的那個 藍色的 即是我們現在要Display 那我 Merge 它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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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黏在一起 其實很多時候 這個很多時候 用來做液體的時候 會玩的 就是我們會把每顆 particle 當作是一個 Metal Ball 然後它會黏在一起 就是這樣 多些都可以 四五個都可以玩 所以比較有趣 不過暫時不會用 好 另外 其實還有一堆 就是Test用的 OK 它現在都很方便 可以讓你 例如 弄個 豬頭 進來 OK 地方有這些 你可以用來做 複雜一點的測試 可以用它 一堆 都沒有什麼特別 撈進來就能用到 就是這樣 有這個 玩具籠 OK 另外 其實它還有 這個 還有一個 這裏叫做 Control 這是什麼 你看到 十字 什麼都沒有 其實有時候 如果你想拿位置 的話 這是一個好選擇 它有不同款 這個 十字 圓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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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問 什麼 這堆 什麼 有什麼 其實很多時候 就拿來我想要的 位置 它不是真的一個 波 它只有一點 的位置 無論它的形狀 是怎樣 什麼時候用得著呢 其實 很多時候 你做 角色 Raking 就會使用 例如 如果我們走到這裏 角色 我們回到最頂部 我先刪除 你可以選擇 簡單的 角色 它其實已經有一些 在這裏 除了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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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人 這個 女人之外 還有一個 男人的 這樣 我示範 時間 多一個 它有一個 角色 你看到 這裡有些 圈圈 就是剛才的 Control 這個 就是剛才的 Control 你可以用這個 來捉 它的 手腳腳 這樣 會比較容易 容易選擇 不然 你每次按摩 裡面的節骨 會比較難 所以 它可以把 呼拉圈 類似 給它 輕鬆一點 就可以選擇 所以 這個 Control 只不過 是一個 可以選擇 更容易選擇 所以剛才你會看到 它又有盒 又有盒 又有盒 就是這個 就是這個 所以 如果你想當作 一點 使用 它的選擇 這個 file 我們看看 還有什麼 要說 說了很多 濕碎 我們說一下 deformer 也是 走馬漢花 按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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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試一下 這個 叫做 mountain 的 這堆 應該屬於哪 呢 讓我看看 這堆應該屬於 這個 有時候 我都很少在這裏 找 多數都是知道 有個 Node 名字 因為它經常都選擇 不要緊 我想試這個 是mountain 其實這個 mountain 需要輸入 按摩 按摩 這樣 怎樣呢 其實你調校高度 你會發現 其實它 就是這樣 我也不明白 為什麼它改名 這個名字叫mountain 其實我認為它是隨便 只是隨便 只有隨便 點的位置 當然 如果它更多 那 好看 一些東西 看得更多 那 例如 你不要教那麼多 那 會不會像多些mountain 那 你可以教一下 那 這個有什麼用 基本上 沒有什麼人會直接拿來做mountain 反而 很多時候 有些東西 你想它 隨便 或者粗糙 一點 例如 這個 就是 Sphere 那 你可能 變成Polycon 有些有很多 Polycon 你搏到mountain 那 它便可以幫你 隨便 這樣 那 你可以用這個 很多時候 反而是可以這樣 所以我會覺得像是Noise 像是Random的Noise 像是Random的Noise 多於是mountain 另外還有什麼呢 Sculpting 這個都很快地說 用Quid示範比較好 給它多些格子 接著我們可以搏 Sculpting Note 在這個Node 在這個Node 你可以拍攝 現在沒有什麼特別 因為你發現LiCard 還有View Tool 因為我之前貼 View 記住 我選擇這個Sculpting 我按Enter 你會看到LiCard 這個Cursor 變成一個這樣的東西 那是什麼來的呢 你會看到LiCard 你會這樣搏一下 左邊的Mouse 它便可以拼一下 它 或是你按Sculpting 按Sculp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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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調大一點 可以調大一點 這個DiCard 可以這樣拼一下 OK 就是這樣 你可以用Sculpting 如果你想按Sculpting 按Sculpting 就可以用Sculpting 按Sculpting 不 用Mouse 按Sculp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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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容易不喜歡 到現在按Sculpting 按Sculpting 如果如果按Sculpting 按Sculpting 像我一樣 我現在只有這樣 就好像在Y軸 按Sculp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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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應該是正確 可以和你按Sculpting 按Sculpting 內 當然不用在平面方向自己 按Sculpting 你也可以在曲面製作都可以 可以在這裏填製 就是這樣 先試這個 接著還有 Ray Rate是另一個Deformer 其實我都不知道如何分類 不知道屬於什麼類 因為很常都會用到 所以我集中在這裏 就像一個圖馬漢花的形式 我再給它多一堆格子 這裏有一個波 我做了一個Ray 其實Rate是類似Rate Class 我想改這個Grid 就去 就這個波 這樣會變成這樣 這樣是什麼意思呢 這樣就是 即是說 先按一下 就說 我這個 移過中間的位置 先移過 嗯 這樣 我這個面 其實它全部的面向上 它就會向上 嘗試用Rate 即是一支支Rate 射一下 看看撞到哪裏 撞到這個波 撞到的位置 它就會在那裏 定一個新的位置 這樣可以做這個 所以如果你把這個波高 其實它開始會奇怪 你可以覺得 它會這樣 因為它在這裏 撞到那個波的底 所以它會變成這樣 所以它會變成這樣 這裏好像是爛 不夠 不夠面 這裏面的數目夠多 其實它看起來都比較滑 又或者如果我屏幕大 這件事 來遠看就會好一點 這樣 OK 這樣 可以玩到什麼 都可以玩到很多不同的東西 例如我又可以 把這個波 先把這個波 轉成這樣 然後我把這個波 放進去Rate 看到現在沒有反應 為什麼呢 因為現在這個波 比較小 我先把這個尺寸 這個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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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波 這個尺寸 這個尺寸 現在更小 所以現在沒有反應 如果我把這個尺寸 移出一點 你會看到它就會 左眼 trace 所以你可以把這個尺寸 調大一點 你會看到它就會 把這個尺寸 變成一個 正方體的形狀 當然 旁邊的位置 不漂亮 但是 有時候 做一些效果 你會用得著 有時候 你可能要 做一個效果 這個尺寸 就是這個尺寸 正方體 類似的 但是 你又需要 同樣的走線 和同樣的 點數目 所以你就可以 這個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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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們可以用 Boolean Caseer 這個尺寸 應該是正確的 這樣 這個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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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應該要 成為 Polygon 這個尺寸 這樣 然後我移出一點 好 現在看下去 就是這樣 這個尺寸 因為現在我選擇 這個尺寸 就是 這個尺寸 就是 這個尺寸 雙交的部分 就是 雙交的部分 就是 就是 你可以選擇 例如 我是 intercept 還是 Union 就是 一起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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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這樣 就是 跟 Merge 看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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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一樣的 但Merge 不會多關掉 邊緣 看到嗎 就是這樣 但如果用 Boolean 這個尺寸 它會關掉邊緣 裡面真的會被刮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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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這個分比 當然 就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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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比較快 如果兩件不再重疊 的話 就不要突然做一個 Boolean 的Union 另外 比較常用的 subscribe 減掉 現在我選這個 它會出這個 的 其實很多時候 大家都會用 Node Node 就是什麼都沒有做 你看到這個 Node 是沒有東西可以做的 沒有東西可以選擇的 只有Cache 可以把這個 放進來 這個沒有Tool 沒有Tool 沒有Tool 有時候沒有阻礙 為什麼 我用這個 比如說 我現在 有時候 我想 最後的Output 是選擇 用什麼 我可以選擇這個 接著 可以當在中間點 中途站 然後再繼續去 那你上面 無論改什麼 都不用擔心 改了 對 主要是 多一個節點 可以用 第二個功能 就是 它可以有Cache 如果有時候 你上面的東西 很複雜 才能計算到 那你Cache 其實都會快些 因為你不動到上面 就不用再計算 還有什麼 還有這個 通常人們會改名 通常人們會改名 通常人們拿過來 比如說 在第二個地方 搏過來 你很多時候都會加這個 作為一個 叫做 輸出點 因為你可以再搏 其他東西 如果說 輸出點在這裡 他會說 將來我不是用這個 boolean 砌 你刪除了這個 就沒有輸出點 所以有時候 就會當這個 這樣用 不過不要緊 之後有機會再 看到別人用的時候 可以說 還有哪些東西 還有這個 對了 如果看回現在這個 我用這個 我直接用這個 如果只有這個 Sphere 我刪除其他 就是這個 Sphere 那它就 這樣 就這樣 Polygon 是這樣 先按這個 那時候 我只想 它要 我只要一些 線 出來 這些 我還想 做一個 這樣形狀的 叫做什麼 鐵架 這樣 你可以用這個 Polywire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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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就會生 不太粗 那 你可以 這裡 你可以調整 現在它是四邊形 四條的 你可以調整 圓 這樣 就會有真正的 一個 Polygon 這樣 其實 簡直 它會把線 變成一個 圓柱體 的想法 好了 走馬漢花 看完了 就 說 另外 就是 這個 Curve 其實 另一個 比較常用的 Polymative 就是 Curve 你看到 關掉這個 圓柱體 其實這裡 什麼都沒有 因為 它需要你自己 加點 如果 2 不出來 然後 你看到 十字形 你可以在這裡 點 好了 活動 搞定 加點 然後 就會有 一條 線 了 可以選擇幾種,Nurbs和Bassie Curve 這兩種東西有什麼分別呢? 我可能會講解一下,因為都是有用的 其實如果你選擇Bassie Curve 就有些像Photoshop這個Curve Photoshop也有鋼筆的,或者是Isuator 你拉的時候會這樣,就是Tangent 這個其實是Bassie Curve 它的特點是什麼呢? 它的特點其實就是有兩支Tangent 這支方向和這個Tangent 告訴它這個東西要記拱 所以它需要4個點 它需要1個點,2個點,即是0,1,2,3,4個點 所以在這裏,Bassie Curve其實也是這樣 它都是4個點,4個點一組 你可以這樣認為 所以如果你選擇Bassie Curve 其實你會等同這個一樣 另外,你一點可以怎樣改變 例如我現在關掉一點,我想再改變 其實你會按下點,就可以追蹤它 你看到這個,其實就是白色Curve 我看看數字 要看數字 應該較大些 這個一切 schema D 걸 注意,按下按D,或是按D 按D,按D也一樣 我們在街上選擇方式大一點 可能比較好看 雞腩很大 還有點數我都想調大 點數 現在沒有開到 開了點數 大小可能看不到 點數比較大 開分號碼 0,1,2,3 所以這樣 這裡 就是剛才我 這個幅度 0,1,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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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3,2 就是這樣 這是白色圖 所以這裡很容易 會斷開成這樣 OK 因為這裡 從第三點開始 和後面的 3,4,5,6 這四個圍一組 四個圍一組 這裡是可以選擇的 不過通常是這樣 另外 關不關的Curve 關掉就變成一個面 調轉次序 反轉 你看到現在這樣關掉 都不是很帥 不太實用 很多時候 其實我們做這些 就未必會在這個表面做 什麼叫未必會在這個表面做 因為現在在這個表面做 很難用的 通常都會轉去 例如說 FundView 在這裡做就會好些 這樣 你就會看到 原來這樣 垂直 或者是 在頭部表面做 頭部表面做 頭部表面做 這樣 它就會在地板上 這樣 OK 這樣 這樣 另外 就是 如果想要這個表面 不要 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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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趣 即便 晚上 可以沿外 填 垂直 可以沿著 也可以沿著 我沿著 電腦 後面的 發省 而且有些好像有點差的 不可以選擇兩個點一起動 還有一些很無謂的功能 例如在動的時候按按鍵鍵 它會迫著它 或是角度是上下左右 譬如我拉著它的時候 我才按按鍵鍵 它只能下45度 或者這邊45度 或者是上下左右 我覺得不太有勇 因為你拉著這個墊子 打斜不可以 不知道是不是這麼有勇 OK 那還有什麼要做呢 講完這個NURBS NURBS其實是什麼呢 其實你看到Basic Curve的問題 就是它是四個四個一組 用起來很不方便 而NURBS其實是比較連續的 它不是四個四個一組 每一點都會影響著它的Curve OK 所以你同樣地 你可以這樣改變 但它會比較滑 一樣可以選擇幾個選擇 即是它幾多層 計算進去 這樣 這樣 還有什麼特別的東西 它這個沒有什麼特別的東西 是這麼多 那我們 很難有這個Curve 可以做到什麼呢 我們先玩一下這個 然後再玩 這個Curve 例如我們現在嘗試做一個簡單的杯 首先我會用這個 現在是Top View 我轉去Fund View 其實可以按這個3號 不過記得按住Space 才按 因為你要按住Space 因為你要按住Space 在這個View Mode 按1 2 3 才有用 譬如我用了這個Grid 這樣就可以Snap 譬如我要在中心點 打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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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 這樣 做一個怎樣形狀的杯 或者做一個 做實驗用的 燒杯 燒拼嗎 燒拼嗎 還是什麼 很重要 隨便做些東西 這樣 一直沿著 漏了點 都不所謂 剛才這樣說 再加回 要注意的是什麼呢 最開始的點 和第一點 是要 拉到直線 是要和另一半的水平 不要緊 等一下你就知道我講什麼 好 現在我們用這個Curve 可能我會去做Nerf 畫個點 然後大大點 也很噁心 我先打開 這樣 如果我回到Perspective 看的話 就是這個形狀 我可以用這個 叫Revolve 的功能 Revolve 其實就是轉一個圈 你看到中間的箭咀 就是以這支 這支箭咀 為中心 轉一個圈 就是這樣 可以選擇 多一點 分得多一點 仔細一點 就做好這個 OK 所以相比之下 如果你做這個 這個其實 如果用上次的Extrude 都可以做到 不過 你可能要底部開始Extrude 起的話 你就會比較辛苦 第二個好處 就是這個 其實你可以翻轉 改 例如你不滿意哪部分 你可以回來 慢慢整理一下 這個Curve 這樣 可能變成一個弧 這樣 這裡 不夠點 那就加多點 這樣 除了CV 還可以選擇 Break Point Break Point 其實 它的分別是 一定會穿過你 給你那個點 CV 就是Control Vertex CV 兩種都可以 這樣 如果這個 可以看看 這樣會變成另一個弧 所以你可以 中途再改 這個就是Rewolf 很多東西都有用 做杯 做車輪 做圓形的東西 基本上 旁邊這條 其實這條 就是Profile Curve 就是環前面的線 這條 這是其中一個用法 Curve 原來 其實還有很多東西可以用 例如 我們上次 做個Sphere 和Box 做個Box 我們做上次的Extrude 選擇一個面 然後選擇Extrude 然後選擇這個Menu 方便自己做這個Polygo Modeling Extrude 然後拉出來 OK 那 實際上也有說過 你可以調整它 還是怎樣 調整多一點 其實你看到 這邊 旁邊還有多個Input 還有多個點 其實它是用來做什麼 其實它是用來做什麼 可以用來做 做個Curve 我們試試做 譬如我們在頭部畫一條Curve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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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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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算是権滑的 所以它都不平滑 所以我們改為Nerbs 使它是圓滑一些 所以使用Nerbs 它是圓滑的 它的效果 相對圓滑一些 當然這個則是要放多些 這個系列會有點噁心 轉得太厲害 可能不太誇張 這樣可以放低一點 因為它同時可以推動 這樣吧 那 我們可以放下 上次我沒有說的 其實如果直接直接線也好 其實下面可以調較多東西 在這邊是 側控制 你可以選擇 由後尾都這麼闊 還是中間比較窄 再加多一點點 扭也一樣 扭多一點點 所以其實都很好用 還有什麼要說呢 我可以說完這次 這次是比較短的 因為都是 補充一些沒有的東西 我這裡弄兩個Sphere 一個在這裡 我都是Polygon 我再弄一個 我可以選擇Cup and Paste Ctrl C,Ctrl V 但其實有Socket Key 不用每次都按Ctrl C,Ctrl V 你可以按Alturnic 鍵 拉過來 這樣它就會吸收 我想移過一點點 我還有兩個 紫色就是Template 這個要講完Template 我先插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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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一個 Curve 其實你可以 Draw Curve 有一個叫 這個Node 開了這個 你就會看到 藍色Plan 藍色Plan 有垂直 你現在畫一條線 就在這裡 OK 就是這樣 但是這個 它的點是很密切的 所以要自己小心一點 不過這個也很常用 有些人 有些比較隨意的東西 另外一件事 如果我們Draw 的時候 我不想垂直 為什麼呢 你就在這裡選擇 例如你想畫在地上 就這樣 你想畫在地上 你想畫在地上 就這樣 就自己做 或者甚至乎 跟著這個畫面 我現在的鏡頭在哪裡 它不是在哪裡 這個就是 例如你現在的鏡頭是斜斜的 這樣 它就跟著我剛剛的鏡頭 看它的角度 還有一個比較特別的 就是我可以用 譬如說 我可以 Draw Curve 的時候 我可以沿著這件物件 那怎麼用的呢 譬如我用一個Sphere 我把第一格拼下來 然後Draw Curve 這裡我選擇Dramatry 它就會沿著這個書 進來這個形狀 你就可以在這裡畫 這樣 所以 其實它就會畫在這個圖上 當然這個圖上 你可以不展示 如果不展示 其實你不會看到 或者我弄到這個圖上 那你就看不到 看不到這個圖上 它就會這樣 其實它是沿著圖上 所以這個圖上也很實用 就是這樣 剛才提到這個 Draw Curve 嗯 嗯 嗯 對啦 繼續這個要講的是 那譬如我這個做一個 我把這個圖上 送一個圖上 拉過來 拉過一點 開始做have reference 這個就是 的 Ctrl 按它 Ctrl 按它的 這樣 lastly 我可以同時看到兩個 我想做什麼呢? 這樣拉遠一點 我想示範這個叫做 Bridge Polygon Tools 同樣地,我可以選擇選擇 選擇選擇,就是選擇S 選擇Primitive,就是選擇面 例如選擇其中一個 我不用選擇,我直接在右邊做 所以我不選擇 我們可以選擇Poly Bridge 或者選擇C,Poly Bridge 按這個之後,選擇選擇第一個 選擇這個 然後選擇Enter 然後選擇第二個 就是Target 再選擇Enter 它就會和你關掉橋 所以這個叫做 Bridge 這個Bridge 同樣地,你可以分多幾份 分多幾份 Division 還有,你可以選擇Curve 你可以選擇Curve 選擇Curve 嗯... 嗯... 嘗試一下 類似這樣 NerpsCurve 再選擇 這裡,同樣地 它就會跟著Curve 跟著這個形狀 這個也很滑 暫時這個也很容易用 有些Case 有些Case 就比較吵架 所以順便說一下 例如,我想整個 都是這個 Polygon Bridge 我想由上面這裡 放Enter 到下面這裡 再放Enter 你看到它現在可以 但它已經輸進去 它在對面 選擇好一點 可能我選得不好 這個 Polygon Polygon Bridge Polygon 咦? 怎麼跳了 再來一個 什麼都不選 先選了Polygon 然後選第一個 Polygon 第二個 Polygon 你看看 其實它現在做了一條橋梁 但是這個橋梁在裡面 穿了進去 那你怎麼可以讓它 我相信 在外面 其實它就會選擇 這條最短的路徑 就算你現在看到紅色線 就是這樣 它應該是向上 出發 然後扭過來 但其實它也會選擇 最短路徑 那是因為什麼呢? 因為你選擇這個的時候 其實它這裡有一個 叫做 你看回這個Footing Source 即是開始這個點 你可以選擇它是哪個戰爪方向的 你看看這個戰爪要轉方向 但是轉都沒有用的 它也不會解決到這個問題 所以其實最重要就是 離開的時候 你就可以跟它說 麻煩你順著 現在的戰爪方向 所以它會順著這個戰爪方向 就是這樣 另外 另外 離開這邊也沒有分別 這樣就可以了 當然 你也可以說 自己離開 即是叫它順著 現在也是順著 或者叫它反轉 所以沒有分別的 就算叫它順著 反轉之戰爪 其實也是一樣的 這樣 不是 我想它 好看一點 當然現在它會這樣 是因為它嘗試用最短的距離 從這個面子到這個面子 你可能需要更加多些 manitou 即是拉長一點 這支棍子 放多些拋物線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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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便會好一點 這樣便可以做到這個形狀 另外 這個 steveness 就是 你想 這裡 首先 有一段 有一段 比較硬一點 即是直一點 然後才到 就是這樣 另外 當然你也可以給它 Curve 這個也可以給它 Curve 這個 還可以給它 Curve 這樣 這個 這樣 我想 拿一個 這樣 這樣 就這樣 按下去 應該有效的 跳進去嗎 看一看 太複雜 看 看 複雜 看 複雜 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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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複雜 就這樣 普通 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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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致上 按 按 還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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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ころ 按 按 按 同樣地,你中間也可以控制Bridge的闊度隨著一路去 就是這樣 沒有什麼特別的,先不要留意 下次我們可以講一些關於Hodini內部的 因為這些都是示範的 這次講得比較短